好 那这个时候完成之后的话 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眼 那我们昨天在最后呢 已经把这个模型类给大家去建完了 建完成之后呢 咱们就要来看一下 我是不是应该把它同步到数据库当中啊 咱们在同步到数据库当中的时候呢 我们在启动文件里面 已经去引入了这样的一个迁移的脚本吧 所以咱们可以直接去进行迁移了 那进行迁移的时候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那个命令还有没有印象 应该是python 然后呢 我启动文件吧 man.py 接下来呢 db第一次命令应该是init 好 咱们让它去图实化一下 那当前回回来呢 在这里面已经多了一个文件 接下来第二步应该做什么工作 db里面的migrate吧 migrate 那migrate的时候呢 我们看一下可以加上i-m 进行一下 这说明吧 对吧 比如说这是init init的tbos 图实化这样的表 然后呢 咱们去敲一下 敲一下之后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给我提了什么东西啊 他说了 no changes 就是没有发现在这里面有任何改动 但是我们发现咱们的model 是不是刚刚见了呀 从来还没有去做过呢 那这时候原因出现在哪 原因就出现在 我们这个model当中 我们的model也用了db 但是你看一下 除了在这个地方 除了model之外 其他的文件有去使用过model吗 我们看一下在蓝图当中 蓝图当中你的demos 这里面我发现有使用db 然后呢 但是其他的这里面 他有使用model吗 没有吧 那也就意味着说 现在呢 只有model 他自己知道他自己存在 其他的任何文件都不知道 还有model这个文件的存在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根本他检测不到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导入一下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好了 现在正好有一个demos.py的 这样一个视图函数 视图文件 咱们就直接给他放到这 那我看一下 model是不是也在hinehome当中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直接给他导入一下 model哪怕我不去用 导入让他知道 有这个model.py的文件存在 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回回来 咱们再让他去初实化一下 初实化一下 这时候来看一眼 是不是刚才已经去检测到了 增加了这些表啊 对吧 检测到了 检测到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pythonManager 然后呢 db之后再什么命令 upgrade吧 让他升级一下 upgrade 然后呢这时候已经告诉我 运行的一次升级 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咱们回过回来 去看一眼 表我们去运用一下 数据库 ihome 最应的是python 咱们见的是04 然后呢咱们show table一下 接着看一眼 我们所见的这七张表 是不是都在这里了 所以现在把数据库也同不进来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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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